在2012年4月9号 内政委员会召开选霸法的修正案的时候 那时候呢 我们民进党的委员就已经在我们的版本里面 要求所谓的这个法定的 就是这个露营 然后那时候你们不赞成 你反而提到说 这个部分我们思考一下 也许让全体公民来监督开票的过程 更具有正面的意义 所以那时候我们要求说 好 今天公社的这个露营 你们不赞同 那今天全民站出来了 对不对 今天这个所谓的监票者联盟站出来了 他要全民共同来监督这整个一个投票的过程 让他公开透明公正 那反而你们害怕反而缩回去的说 拿出戒严时期的解释令出来说 这个戒严时期的规定 在这个民国71年的戒严时期的 72年的戒严时期的规定说 这个民众在投票期间站在门外 跟开票期间站在观众席上摄影 都是应该予以至止 那是在戒严时期 戒严时期我们也都知道 当在这个开票的时候灯会熄掉 然后呢所有的作票那个整个票轨 都是会换乡的 所以当然是禁止录影摄影 但是二十几年前到今天呢 我们还要用这样戒严时期的思维 你在害怕什么 我们没有什么害怕什么 我是想说在这个开票所里面 其实我们的制度已经在那个地方 而且是开放所有人进来这个 观看那个开票的过程 那它当然可以发挥监督的作用 不一定要摄影 因为摄影如果你有不同的角度 摄到不同的东西 那到时候引起的增值 可能比原来还要多一些 摄影不同的角度 那张票它不会是变成 这个投某某人的 它从不同的角度 会变成投另外一个人 那这一次你们提出了一个 非常可笑的一个理由 那你们的理由就是说 这样子呢 如果让你摄影之后 是不是就能够去检验买票的成果 你们一直在讲的就是 选爸爸的六十五条的第四项 选爸爸的六十五条第四项讲的是 任何人不得于投票所 以摄影器材 次弹选举人 签选选票的内容 是投票所 不可以摄影 因为你去摄影 你就会去刺探人家 圈贤的谁 他并没有写说是 开票所不可以摄影 今天连法律的限制都没有 凭什么你们可以用一个行政命令 去限制人民的权利 我想主委应该知道 命令跟法律违背的话 命令是无效的 因为法律只有规定 投票所不可以录影摄影 没有规定 开票所不得录影摄影 这完全是违宪的 跟委员报告 那个选霸第六十五条 第一项 它是第三款 它是说有其他不正当行为 在投开票所里面有其他不正当行为 是要由主任管理员跟他制止 制止不听的话要出两年以下有其徒刑 这个是很早的条文 报告 原先这个七十一年做的解释 它是本株六十五条第一项 第一项第三款来做的解释 请问那时候是戒眼时期是不是 不正当行为不确定法律概念 这点委员应该很清楚 那所谓不正当的 那时候就认为这个 去那边摄影是不正当的 那是在投票所吧 你到今天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正当的理由 说为什么我在那里摄影是不正当的行为 没有权责的那些第三人来做监督 他没有这个权责 好那个谁规定的 那个谁规定的 我问你投开票所的规则谁规定的 你们中选会规定的嘛 那你可以这样规定 为什么不能够这样改 不是当年是这样的解释 当年现在我是要103年 那我们委员经过我们 你现在今天呢 你们的中选会的委员 是当年是戒眼时期的委员 还是103 对不对 今天你的法律六十五条第四项 写得清清楚楚 投票所不能够露影 没有规定到开票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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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